像是大陆的老中医魏长春 他就在拿这个方式治疗水肿的时候 他把他跟张诺景的那个挤胶立黄丸的方法放到一起 就比如说里面再加一点胶木啦 花椒的种子 然后呢再加沉香车前牛席 那沉香跟牛席都是帮助把这个 也是把阳气往下压 就是把热气压下来也是沥水嘛 那这个 那这样子加了之后呢 什么慢性肾炎啊 还有这种心脏造成的心圆性的这种水肿啊 那其实这个方子都蛮好用的 所以虽然说 他的丸剂在张诺景的写法里头 不显得很厉害 但是我们现在呢 就常常是直接加量啊 就把它煎成汤剂 那汤剂的时候 就是可以算是上临床上可以拿来救命的药了啊 所以这个方子还是蛮重要的 就是在好几路的疾病的一个交汇口的一个方子 那那个疾病本来你要用的方子不好用的时候 往往是这个方子好用 所以 就这个方子把它 我觉得我们要记得了啊 临床用得到的 那么接下来呢 这一条啊 十三之十二条 如果我们看颂本啊 他是给三个方来治疗小便不利 那你说这三个方 到底哪个比较有效啊 很难说哎 这个 但是 我觉得张冻锦用这三个方 而且这三个方的感觉都有一点点不三不四 就是说 如果你比较 不是那么样子尊敬张冻锦这个人的话 会觉得他会不会是像孙思鸟一样 就是民间偏方啊 好用的就收 所以差不多差不多药性的方都放在一起 那当然呢 如果你说 狐灰伞跟华石白鱼伞啊 他类似的部分就是 他都有 华石对不对 是有清热的 那后面茯苓熔盐汤呢 他里头有茯苓 又有清盐 这也是清热分消湿热的啊 所以基本上尿道发炎分消湿热的东西总是会要有一点 但是另外不一样的地方呢 就是 狐灰伞跟华石白鱼伞啊 他比较有一些些可以破到淤血的药 比如说如果狐灰伞 那个狐灰是用狐黄的话 那就会有破淤的效果 那华石白鱼伞也会 那头发啊 烧成灰这种也是会有破血的效果 就是有牵涉到淤血的 那么狐灵熔盐汤啊 就比较不直接牵涉到淤血 如果你硬要说狐灵熔盐汤是牵涉到什么淤血啊 那个淤的地方是肾 不是尿道 也就是 华石白鱼跟蒲灰 它那个淤啊 都是直接尿道那边可以有 有有有这个 淤血或者是尿血 就是有淤的 但是 狐灵 白竹熔盐这个结构呢 在临床上面我们是认为它 比较会帮到 把那个圣结石化小颗 但是对于尿道的作用比较没有那么大 因此 这个白竹我们有可能看成立腰起肩血的白竹啊 就是它可能是对圣的作用还多一点啊 对于这个尿道的作用少一点 所以以这个尿道盐的方子来讲的话 通常我们 呃 那现在华石白鱼散 因为是白鱼弄不到 所以也少用 所以我们直接治尿道盐的经方 严格来讲是不会散而已 那福利熔盐糖就比较有一点偏到这个 这个啊 圣结石的外挂方去了 就是你要用猪磷汤吃圣结石 那你挂一点福利熔盐 它效果会更好一点啊 这样子的 那么张仲锦呢 说这个病啊 如果我们参考桂林本的话 桂林本它是多了一句话 说这个人有水气在血分着 他认为说因为你的血里头啊 有多余的水 所以才会有小便不利的问题 因此在这个脉络下 它就会桂林本指出两个方啊 华石乱法白鱼散 或者是茯林白鱼熔盐糖 多多少少可能可以知道 水气在血分 但是这个水气在血分的说法呢 大家都觉得不是很可靠 怎么说呢 如果我们把后两个方先拿掉 不看的话啊 这个蒲灰散 它到底是治血分的问题 还是治气分的问题啊 这是未知耶 而那个未知主要的难点 是在于到底蒲灰是什么东西的问题 历代啊 有一些人是认为说蒲灰就是蒲类的东西烧灰 那什么叫蒲类的东西烧灰呢 比如说 你拿一个斗笠去烧灰 你拿一张草席去烧灰 就是斗笠啊草席啊 大概就是那一类的草 那你烧了灰之后 那个灰就是蒲灰这样子 那么 可是这个说法也是 因为是李时珍讲的 所以有一点重要性 但是实际上以金方的系统来讲 李时珍这个说法我们不是很考虑 那么金方的世界在争论的就是 用的是蒲蒲烧的灰 还是这个长蒲黄的那个香蒲烧的灰 还是就直接拿香蒲的花粉 也就是蒲黄这味药 就是这个比较是金方的难以选择的三个药 而这三个药呢 临床效果如何 拿来做蒲灰灾啊 这三个药都很有效 所以不太能够分出熟优熟烈 那在这个不能够分出熟优熟烈的状况之下呢 就只能够勉强去分他们的适应症 那么香蒲烧的灰或者是昌蒲烧的灰呢 都跟雪芬没有什么关系 只有蒲黄这个药是算得上是化鱼的药 所以金方的这个学习者也就只好勉强这样分了 就说所谓的雪分的这个灵病呢 就是比较有淤雪的问题 那有淤雪的通常会有什么呢 有尿雪或者是刺痛的感觉 那当你是有尿雪刺痛的感觉 就代表比较可能是有淤雪 那这样的话用蒲黄的蒲灰伞会比较有效一点 而如果没有这个尿雪刺痛 相反的是高磷 所谓的高磷就是那个牙膏的膏啊 就是它那个尿不通的时候 你会觉得它那个尿里头有一点好像黄浓啊 还是那种不干不净的那种黏黏白白的东西 那如果是高磷的时候呢 那就是用香磷烧灰或者是昌磷烧灰的蒲灰伞会比较有效 大概是用金方的人勉强是这样子分啦 那么 近代啊 有不少的金方家是非常强调一定要用昌磷烧灰 那么用昌磷烧灰的理由啊 并不是因为昌磷灰做的蒲灰伞 特别神效 简单来讲 昌磷也好 香磷也好 都是能够开窍的药 对不对 那你小便不通 吃了那个东西下去之后就开窍嘛 那开窍 那你同时用一点滑石 把这个湿热分销掉 那要倒盐也不是什么了不得的大盐 对不对 消炎就好了嘛 所以如果是女性同胞啊 这个尿到发炎了 哎呀 尿不出来了 你就 蒲灰伞吃吃就好了 那么昌磷的话 药局买的昌磷通常也是昌磷根啊 不过没关系 就是反正昌磷根买来 那你就点个纸脸子 一斤昌磷 这个放在 拿一个那个铁的炒菜锅 点一个纸脸子当火种 那你把昌磷堆的 它就满满烧 烟非常的大啊 所以请在空旷的地方烧 在厨房烧是一定会有人报警的啊 那这个 烧完了之后呢 那个一斤的昌磷 大概剩下这么一小撮的灰 大概不到一两 一点点 那你再去照这个比例 去趁点滑石 调到一起摇一摇 那每次就吃一两条根 那很有效 那尿到就通了 但是 但是我说这个昌磷灰的蒲灰伞 之所以近代有那么多金方家会推荐它 是因为昌磷灰用在另外一种病的时候是先丹 什么病呢 就是这个人他比如说肝硬化附水或者什么就是那种各种中药你用尽了都没有办法搞的那种水肿 那你把昌磷灰那个那如果是治水肿的话你那个昌磷灰不能一斤两斤的烧是十斤就烧一次就烧十斤 然后烧出这么一盆的昌磷灰 然后呢 调麻油给那个水肿的病人抹变全身 所以马上就会开始退 然后两三天那个人就可以没事走出医院了 是因为涂全身治水肿 这个昌磷灰是先丹 所以才会被有些金方家那么重视 但是如果你丹以这个入磷灰伞的疗效来说的话 那昌磷灰也就是soso而已啊 跟香磷灰跟磷黄是差不多的等级 这样子 那么这个昌磷啊跟磷黄这两味药我们还是可以讲一讲 那至于说磷黄的那个整颗植物香磷啊 我想就不用太用力说了 因为那个香磷这个药啊 我们中国人很早就没有再用了 可能会觉得它有一点香味啊 可以去灼啊去把那些不干净的那些灼气逼开 大概就是这样子在用它 但是呃 这个呃今天 就致使到好像到明朝新朝 大家就不觉得香磷有什么特别要用的地方了 我们停一下让助教换个袋子啊 谢谢大家